猪肉丸牛肉丸啊 鱼蛋啊鱼豆腐 火腿肠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先煮肉丸 煮的时候一直都是用大火 大火来烫菜的 比较难煮熟的蔬菜类 比如说土豆 红薯等等这些就可以 适当的先放进去 这个红薯呢或者是土豆 我们一般是切成片 稍微厚一点的片不要太薄了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莲藕类也先放进去煮 稍微翻动一下以免糊底 放入面条煮 现在呢也可以放入 菌菇类海带类 这里我们就不释放煮了 翻点蘑菇翻里面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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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个肉丸类的已经煮的盆大浮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烫青菜了 放青菜 放白菜 就是 好 看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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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关火 我们把这些捞出来 捞到碗里 这个是之前准备好的碗底料 把这个摊好的菜捞到碗底 我们之前做了两个碗底 做生意的时候就是看客人要什么 他点什么你就给他摊什么 把这个煮好的面条夹进来 加入青菜 烫的烫好之后 我们就加入高汤 冷水 煮好的 把水切成很融合 待到把水切成 要把水切成 把水切成 把水切成 煮炒 把水切成 把水切成 切成 现在呢 这个金汤麻辣烫 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是烫好的 可以根据客人口味 个人喜欢吃辣的 就加入这个辣椒油 加一勺辣椒油 喜欢吃麻辣口味的 就 加一点这个麻椒油 然后我们调好的芝麻酱 作为配料 这些蒜水 鸡精 香醋是碗底料 金汤麻辣烫的教程 就为大家教授到这里 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有不清楚 不明白的地方 就直接联系微信或者QQ 1365258900 或者直接打电话 15302262984 聊天 我专门 和4500 1 226 2014 2014